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还有 这边有一个很特别的原则 叫过失不论理算原则 哇 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这个不是要解释 这个我们条文有 举个例子 共同海损 有很多的发生的原因 是因为 是因为某一方的过失造成的 OK 例如 例如 例如呢 可能是我的船舶维修不当造成的 例如呢 是我的船长呢 航行不当造成的 知道我意思吗 他有过失 有过失哦 有一方过失哦 有些共同海损是什么 有些共同海损可能是 货物本身因素造成的 好 例如货物本身是危险品 蹦蹦蹦 连山蹦 知道好 那是一方的过失造成的 那有一些物品 我们都以前 我们不是跟你们讲吗 以前好像我们有降海难救助吗 像有一些货物 它自己会自己燃烧 对不对 因为像鱼粉啊 那些因为它的物质性质上面 有一些比较多的磷 就是那个 那个物理还是化学 那个磷啊 那磷的那个燃点就很低 它就很容易自燃 那像以前 另外一种是比较容易达到自燃的 就是以前有好几种货物都很容易自燃 另外一种是棉花 棉花 棉花怎么会自燃 因为国外进口棉花 国外早期进口棉花都是圆棉 圆棉知道吗 你知道 你们现在的棉花 你们会用到的棉花是什么 就只有在医院买的那些棉花 那个棉花 半个的看到棉花 或是说你换到的一些 已经仿制过的是棉衣 对不对 用棉纸的衣服 这样子 那对不起 那些它的材料是什么东西 就棉花嘛 棉花真的是花 你知道吗 棉花是花 棉花就是植物 植物长出来之后 它的花絮 就是那些长长的花絮 棉花 所以一整球的 很漂亮一整球的 所以早期进口 是把整个棉花摘下来进口 那问题是你知道 不好意思 那些棉花里面 那些畜 长长的纤维序里面 有什么你知道吗 有棉子 棉花子 棉子是具有油性的 知道意思吗 油脂啊 就是油性的 棉花又是很干 对不对 哇 一个又干 那里面那个纸又具有油性 你知道意思吗 如果温度不对 那今天叫干材碰烈火 还有啦 其他的还有啦 像有一些煤矿 煤 有一种特殊的煤 它的燃点也很容易失火 那我不管 就是说 今天如果说在共同海损 它的发生的原因 它整个危险发生的原因 可能是某一个 某一个人的过失所造成的时候 那请问这个共同海损怎么处理 知道我意思吗 请问这个共同海损怎么处理 这个问题很复杂 有点复杂 好 那我先跟你讲说 这个什么叫过失不论 理算原则的跟你讲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在理算共同 这个过失是谁的过失 这不是我共同海损 理算要来决定的 知道我意思吗 你了解这个思考没有 这些理算师不是法官 他们不是法官 过失的问题 由法院去处理 OK 我在理算共同海损的时候 我是先假定 知道 我不用去管 因为这也不是我的范畴 好吗 如果我去决定 是谁的过失造成的 然后把过失的因素给排除掉 然后再来做理算的话 我就是变成法官了 你了解我意思吗 我不要 我不做这件事情 我说 我的原则上面 我就是把大家 都变成这是一个危险 我不要去管 这个危险造成的原因是什么 不要去管它 以我来讲 我不去管它 过失不论 就是我不论 我只认定 你的行为 这个行为是不是共同海损 这个损失是不是共同海损造成的 这个牺牲是不是共同海损造成的 如果是 我们就来贪 我就依照正常共同海损的原理原则来做理算 OK 好吗 我整个理算完了 再说 知道我意思没有 好 理算下来 理算下来 来 我叫 啪牌 你叫啥 你要做欧里尾还是要做那个鱼鱼头 欧里尾还是鱼鱼头 你那大口你叫鱼鱼头好了 好不好 如果 那个共同海损是老师的错 是帕牌的错 但是呢 我的航行过失 我的船舶的疏失 我造成危险 那所以我变成我要大家来救 我要救变成我来救大家 那我来救大家的时候 理算下来的结果 你要贪多少 假设算下来 我要负担66块 你也要负担66块 你也要负担66块 理算下来 你们都要负66块 对不对 这个时候 理算完的结果 你才 到时候我要跟你拿钱 这时候你可以拒绝 了解我意思吗 这时候才来谈那个过失的问题 才来谈过失的问题 因为 变成我要跟你请求你啊 同学 66块拿来 依照共同海损理算师 你要分 理算书 你要分66块 对不对 但是呢 当我要跟你要66块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主张了 老师 共同海损发生的原因 是我的过失 你拒绝给我 你拒绝给我 这样了解吗 可以 这个时候 事后可以 但是在 理算的时候 不去理他 知道为什么 因为你理他 就变成我刚讲一个概念 这些理算师 是不是就变成法官了 不是这样子 好 再来 举证 举证 跟请求提出的期限 这边是新的 就是说 谁要来举证 举证责任的归属 因为他牵涉到很多 你们都知道了 包括原因 费用的合理性 损害的直接与否 他都牵涉到一些 举证的问题 还有请求提出的期限 就是说 他一定要有期限 因为 整个共同海损的理算 他的时间通常都蛮长的 因为货越来越多 party越来越多 所以你必须要把 这些期限都要提出来 我想这个给大家做参考 那另外一种是 替代费用的原则 替代费用的概念就是说 我今天假设 假设 我今天如果 我今天这个替代费用就是说 我今天如果做某一些 我应该可以做这件事 但是我如果用某一个方法 某一个方法 我也可以进行 我本来 我举个例子 我举个例子 就是说 举个例子 就是说 好我今天 今天船 到那个避难港了 那船避难港的话呢 我船要修理 我船要修理哦 那船修理怎么修 假设那个船的破洞 是在水底下 怎么修 在水底啊 怎么修 老师 叫潜水污下去 电焊啊 不行啊 那一缸很大缸 潜水机怎么电焊 所以呢 基本上哦 他就可能要什么样呢 可能要把船要进屋 要把整个船拉起来 提高 但是问题来了 哇 整艘船全部都是满载的货 满载的货 你知道吗 满载的货 满载的货 那满载的货 你把全部的船 进到船屋里面去 会产生两件事情 这个两件事情就是说 第一个货那么多 你如果把整艘船 那个货 那个船的结构是 那些货基本上是要 浮在水面上 才会平稳 但是你把 你如果连船带货 整个在船屋里面 浮起来的时候呢 有可能会损害到船体 这是第一件事情 也就是说 它会有一个问题就是 有些船舶在修理的时候呢 它必须要把货给卸掉 我们的法律 我们的实物上 正式的用语叫 False Discharge 就是 强制卸货 强制卸货 就是要把货先卸掉 先卸掉 然后空 比较少的船 去进行修理 比较少的货 或是根本没有货的状况 去修理 修理完之后 再把那些货再装回去 知道我意思吗 但是你要知道 整船 那个花很多钱 那个卸货 存放 装货 那个过程会很多钱 知道我意思吗 它会很多钱 第一个因素 那第二个因素 我今天这个船的修理 这个紧急修理 有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 可能要一个月 两个月的时间 你的货物可以跟着 待那么久吗 了解我意思没有 OK 那个 待时间太久了 那你的货主 你们的这些货物 搞不好都有时效的问题的 就是以前 我不是跟你们开玩笑 那个圣诞节的礼品 圣诞节 Christmas Eve才到 还卖 不用卖了 那你就 这些怎么办呢 所以那时间可能会 修理时间可能会很长 所以他们就有所谓 替代费用的概念 替代费用 替代费用的概念就是说 好那这样子好了 那这样子好了 那我可以做一个选择 我做一个选择 货卸下来之后 我不要等 我就安排船把你运走 知道我意思没有 我就花钱 花钱 把其他的货就先运走 运走 知道我意思吗 运走 那这时候就产生问题了 那请问哪一些钱是分担的 就产生 就产生两个问题了 不是两个问题了 就产生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今天为了要去节省 为了要避免这些货被耽搁在那里 对不对 那我今天采取了一个方法 我把货给运走 我至少省下了两笔钱 什么钱 我不用在那边存放 我未来不需要再装上去 知道我意思吗 我省了钱 这个叫替代费用的概念 就是说 我今天采取了一个替代的方法 所产生的费用 那这个替代的方法 当然不是说替代费用一定可以给 不是 他要跟原来的方法来做比较 他所省下来的这些钱 是可以去分担共同还损的 知道我意思吗 你不能超过 你不能说 你那个替代费用超过原来正常发生 所谓 原来正常 假设 我如果依照我原来正常的做法 就是什么样 就是货卸下来 存放 装上去 存放 然后船舶修理 修理完再把货装上来 然后我们再开回去 OK 那这个假设全部花下来是200万美金 假设 这个不是很精准 就是200万美金 但是我今天就修 就是卸下来 卸下来的时候我就不装了 我就直接安排一个船 直接把他运走了 另外一艘船直接把他运走了 那我今天可能只花生了100万美金 OK 我只要花了100万美金 他有没有超过200万 没有 这个OK 那就用100万美金 那如果说我今天 把这些货全部转船转走 花了300万 知道我意思吗 那个叫所谓的替代费用 花了300万 是不是比他多 比他多的时候 你只能分多少 只能用200万来摊 了解我意思没有 这是这个概念 这是替代费用的概念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理算原则 理算原则就是中子地 就是共同海损的那个中子地 的理算原则 也就是说其实这个牵涉到它的准据法 也牵涉到它的分担价值 知道 也牵涉到它的那个 那个牺牲价值的计算 就是原则上是以理算 理算那个 那个那个中子地理算原则 所以我们今天讲 其实共同海损的准据法 是什么法 我们 大部分是大三 大四我们就讲了 共同海损的准据法 基本上是 共同海损中子地法 那共同海损的分担价值 获救价值怎么分 怎么算 就是依照它的中子地来算 就是依照那个价值标准来算 所以它是一个中子地法的理算原则 这是一个基本原则 最后一个是不分离协议 这个协议 这个怎么会不分离呢 它是在讲什么 它的讲就是其实跟我们刚刚那个例子有关 我刚刚不是讲说 我们在临时修理港的时候 不是那一些货要回去吗 对不对 不是 叫运到目的地去吗 这个不是全部一起运吗 有些可能会怎么样 没有全部一起 算是全部一起问好了 你全部一起运的时候 是不是你原来这艘船上的 这些共同的利害关系人 是不是就分开了 为什么分开 你们的生命共同体是船跟货 现在你的货是不是先走了 对不对 你的货是不是先走了 先走的意思是说 你是不是先跟船已经分离了 分离的话就导致一个结果 已经分离了 你们之间的共同冒险是不是已经这个时候 当你已经离开了 对不对 已经离开了那个 货物离开避难港的时候 我货跟船的风险已经分离了 那你分离的话 照理来讲 你之后所产生的一些费用 共同海事相关的费用 那就是比较共同的 对不对 因为我们共同海事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要common marine time adventure 就是你要共同海事冒险 但是当像刚刚讲的那个例子 就是你在避难港 当你今天直接就直接用 用替代的方式 直接离开了那个 货物先离开那个 那个避难港的时候 基本上 共同海事冒险就已经分离了 对不对 那之后所产生的费用 还要不要一起摊 那就跟原来的 共同海损的概念就不符合了 知道意思吗 所以呢 这边就用不分离协议的方法 就是说即使我们分离了 但是我们还是用不同 不分离的这样子的一个原则来处理 好不好 你了解这个概念没有 因为它跟那个 所谓的common marine time adventure 是有关的 OK OK 你要知道 共同海损是所有的行为 所有的费用的发生 基本上都是为了大家 如果是为了自己 那就不是共同 那个就不是common 那个就不是general average 那叫什么 那叫particule average 知道我意思没有 这个概念 很重要 那个叫particule average 那不是common average 那不是general average 所以这个地方 不分离的概念 就是要跟大家讲 这一个概念 要跟他去解决这件事情 那以前 像那个1994年之前 是没有这个条款的 G是没有的 以前是契约的方法 契约 假设我们在整个共同 海损的过程里面 必须要有这种 例如像这种 要像这种分离的状况 那时候才签 知道吗 用7月的方法才签 那现在 现在他把它放进来 干脆放进来 干脆放进来 我大概跟大家讲 共同海损的 共同海损的那些发生 其实发生不分离的状况并不多 知道我意思吗 但是他就是把它放进来 比较方便 那我们这边的海商法 你可以看到 其实很多是没有规定的 对不对 大部分有 我们稍微一个一个来做解释 好再来 哇 数日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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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看几个概念 来 这边是1 这边是2 1跟2 那1 你去看一下 他这边是牺牲加损失 再来叫费用 我们知道 共同海损 基本上会发生这两个事情 第一个就是 什么叫牺牲 我把你丢海叫牺牲 对不对 对不对 我把你丢海叫牺牲 你就被我牺牲掉了 什么叫损失 例如 我刚刚讲 我今天讲 货物投机叫牺牲 还有船货牲的回损 今天什么叫船货牲 好了 以前 你像早期 你像早期 以前是 蒸汽机时代 蒸汽船时代 蒸汽船是烧什么 铁达尼就是蒸汽船 铁达尼就是蒸汽船 铁达尼烧什么 您都没有看铁达尼 铁达尼就 有一个镜头 就是那些一直在那边缠什么 缠煤 那时候还没有烧油 那时候缠煤 好了来来来 问大家 问大家 那如果船航行到一半 那些煤料都没了 煤料都没了 煤料就没料了 怎么会没了 就是那些煤炭都没了 船上没有煤炭了 那怎么办 怎么办 煤炭煤了就没有东西烧了 没有东西烧锅炉就不会跑了 锅炉不会跑就没有动力了 他就停了 对不对 好 那怎么办 怎么办 不好意思 开始烧东西吧 找别的东西来烧吧 对不对 椅子啊 家具啊 慢慢烧 知道我意思没有 这个都要牺牲了嘛 那叫牺牲嘛 那我今天 好我很多很多原因好不好 像你为了熄灭船火的损失 我刚不是讲了吗 船上湿火灭 那一定会已经灭火 那个水到处喷 一定会牺牲一些货物嘛 像这个损失 割断残余物 这个太久了 例如说今天假设 今天是帆船 帆船不是有好几只那个 好大只的那个围杆 有没有 因为要驾帆嘛 哇今天碰到什么 今天碰到那个大风浪 结果那个围杆断掉 那断掉呢 围杆上面有很多绳子嘛 它断掉 断掉只是 就断掉横在船上 或是拖着船 拖着船就拖着船啊 船就拖着船 船很容易被那个围杆 给拖累了你知道吗 要怎么办 快刀转乱嘛 要切割啊 把它切割掉 那这个叫牺牲掉了 像切割残余物 这些也是损失 自愿搁浅 我之前跟你们讲过 go short go short 就是说冲啊 因为要顶了嘛 这个船快 船有破洞了 可能会沉 抽水来不及 请人家的救来不及 它很靠近 很靠近哪里 可能很靠近暗山 岸边 唯一的方法 避免船沉没的方法 往路地上冲 知道吗 你要知道 往路地上冲会出事 会出什么事 我可以救大家 但是问题是 我往路地上冲 我的船底可能会破掉 知道我意思吗 我可能我会做成一些牺牲 还有机器锅爐的回损 举个例子 你今天船 搁在那个 搁浅了 那我们不要讲说 搁在石头上 搁在石头上 有可能 船就破掉了 就搁在泥巴地上 泥巴地你知道吗 因为那个水突然太浅了 对不对 就搁着泥巴地了 那怎么办 怎么办 就像你今天 那个卡塔车 那搁在烂泥地 那搁在烂泥地 很厚的烂泥地 好 怎么办 对 那搁这大力德 要死力了 对不对 没有 站不出来 船也可以啊 但是你知道吗 船如果用力过门 不好意思 裸仙奖可能会坏 引擎可能会坏 知道我意思吗 因为他不断地返复的 在那边做测试的时候 你为了脱困 你可以请人家来脱 你可以请人家来脱困 你也可以自立 自立就是说 我用什么 我用我的引擎 我用我的马力 自己来脱困 但是 我用我来脱困的时候 我有可能会怎么样 螺旋桨是在传底 螺旋桨可能会不断地 去卡到那一些石头 打到石头 可能螺旋桨会坏掉 螺旋桨坏掉 卡到东西的时候 有可能中间的连轴会坏掉 OK 引擎用力过当 有可能引擎会烧掉 都有可能 就是我为了脱困 我可能引擎 我的机器会有问题 还有重复的损失 就是说我船搁浅 或是说搁浅 或是说我船稍微快沉 那我为了把这些reflow 就是要把这一艘 大概已经半沉了船 把它扶正 这个费用都会有 替代性的燃料 我刚讲过 替代性燃料就是 没料没了就用什么 就烧什么 就开始烧家具 对不对 这是替代性的燃料 还有卸货的损失 刚刚不是讲吗 我在避量港的时候 不是货要卸下来 那不只是在避量港 你像说我今天船搁浅 船搁浅 船搁浅 就是搁浅了 那搁浅 你说搁浅的情况 就是船上的货太多 当然有很多因素 可能是水太浅 但是另外一个 也可能是船上的货太多 所以船上货太多的时候 怎么办 它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要先把船上的货 先卸下来 卸一部分下来 船舶减轻 船就湖高一点了 对不对 就比较容易脱困了 所以像这种情况 不一定是卸货港卸货 像我为了要脱困 我也要把货卸下来 知道我意思吗 先卸一部分的货下来 让船的重量减轻 它就比较容易脱困 那这个时候的卸货的时候 多多少少会造成一些货损 知道我意思吗 你要知道 航运的货物的运送 像那种紧急状况的运送 是很容易造成货损的 假设我今天举个例子 正常的货是 海上也没有 像我举个例子好了 像船上有很多煤 或是大卖以前的大卖小卖 你知道以前的货怎么装 那个都是用抓斗 抓斗你知道吗 大卖小卖都是用抓斗 抓斗你知道吗 好像在抓那个 那个抓斗啊 那个是在你的大卖小卖 早期的大卖小卖 是这样子抓回来的 你知道吗 你以为是一包一包的 不是 他是这样抓的 抓斗 抓斗抓过来 抓到码头上给货车 然后这样子 这样子抓的 那个抓的过程 一定会有露出来 知道我意思吗 一定会有很多东西露出来 那个就是损失 那都是损失 我想这些卖货损失都可以 所以这些规定都可以获得补偿 这你不用记 所以我们刚刚讲了很多例子 就是说这些都是数位规则里面 所讲的共同怀损 共同怀损里面的牺牲及损失 这些我都可以补偿你 好不好 另外一种是费用 费用 再来就是费用 费用就是它没有损失 它不是那种有形的损失 但是它是额外所付出的钱 额外要付出的钱 例如请人家来救我们 对不对 是不是要钱给人家 那个叫费用 例如我今天到避难港 我进入到避难港 要不要钱 要钱 我避难港可能要强制卸货 要不要钱 要钱 这些不是损失 这些也不是牺牲 但是我要付钱 像这些叫费用 进出避难港的费用 进出避难港的费用 一样因为进出就是要钱 再来临时修理的费用 有些是因为这个像临时修理 基本上就是比较属于那种 所谓的common benefit 对不对 那我把它修好 我就可以载你们回去 像这些就是费用 那个不是损失 坏掉的部分 是particule average 对不对 我之前还问过你 那个那三个例子 有没有 船去撞到了什么 木头 船破掉了 船破掉了那个洞 的修理费用 那个破洞 是particule average 还是general average 那是particule average 那是意外造成的 知道我意思吗 那个洞是意外造成的 但是呢 我如果我今天 做一个紧急的修理 我可以让整艘船再回去 那个叫临时修理 所以它已经不是common safety 它是common benefit 那这个时候是可以的 临时修理费用 这是比较 这是基于common safety的观点 common benefit的观点而来的 再来是手续费跟佣金 为什么要做这个 因为这些钱一定要人先付 那么獣 额 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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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